生活的每一個瞬間都是成長 生活的每一個瞬間都是成長 以前會比較糾結於說 我一定要有一個大躍進 或者是說我一定要成長幅度 一定要到50%我才算成長 可是現在就是哪怕只有0.1 我都覺得那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其實就是好好享受當下 然後在今天過完的時候 我會仔細回想一遍說 我今天跟家人的相處方式好不好 我們有什麼地方是我可能 情緒來的時候沒有控制好或者什麼 其實每天這樣子思考下來 不管說是跟家人朋友 我覺得都是一個對自我 審視之後的一個小小的成長 課程大綱 我覺得第一個應該最重要的是心態 覺得當演員說容易很容易 說不簡單也不簡單 主要是你心態的調整 你在等待的那個時間 你必須要很有耐心 不是說很多事情都一足即成 第一堂課 甚至是要花兩堂課的時間 去讓大家有這種心態跟耐性 去包容跟接受